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继续来学习包合模块的相关内容 好那么Python这个语言呢 相对于其他语言来说呢 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Python里面呢 也有一些地方呢 是有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的 包合模块呢 就是其中之一 大家呢可能上节课啊 听我讲这个包合模块的时候啊 并没有觉得这么简单啊 这个呢是因为呢 我们呢只是挑选了最为简单的一些情况 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 我们没有考虑进来啊 所以说呢后续啊 我们还有啊 一大堆的这样的一个Python的 包括模块的知识要学习 好那么我们逐步来展开这些知识 好那么首先呢 给大家说一个小技巧啊 VSCode的小技巧 我们上节课说了啊 这个.pyc文件啊 以及这个下滑线pycatch呢 是由Python呢 它在这个编译代码的时候呢 去自动生成的 但是呢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开发者来说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如何在VSCode的这个资源管理器里面啊 把这个由Python编译器所生成的这样那些啊 目录和.pyc文件给隐藏起来的 不是删除它是把它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看到 好那么啊肯定的还是啊 在这个设置里面啊 我们看一下啊 好那么设置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搜索啊 搜索什么呢 搜索files点啊 这样的一个exclude啊 好我们不需要打完 好在这里啊 常用设置里 好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设置选项 好那么这个设置选项呢 就是啊 VSCode用来排除显示某些文件的啊 这个exclude呢 就是排除的意思 好他这里呢默认啊 帮我们把这个get文件 然后svn文件啊 cvs文件呢 都给它啊默认隐藏 不让它显示了 好那么我们呢 就需要啊 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 下滑线Py看起啊 这个文件夹呢 添加到这个filesexclude啊 这样的一个配置选项下面来 好这里呢 我们可以啊 点击在设置中替换啊 然后呢 在右边呢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filesexclude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去最后一下啊 加上一个啊 清晰 然后斜杠 下滑线Py看起 双下滑线啊 然后呢 把它的曲啊 设置为true啊 false呢 表示的是不排除啊 true呢 表示的是排除 好 然后呢 我们设置为true啊 好 然后保存一下 好 这边我们立刻看到啊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缓存文件夹呢 已经消失了 好 那么呢 它是到底是被删除了 还是被隐藏了呢 我可以看一下 右键点击这里 然后呢 选择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 好 我们发现呢 Py看起文件啊 还是存在于这里的 好 那么啊 如果大家以后 有自己一些不想显示的文件呢 都可以啊 通过我刚刚所讲述的 这样一种方式啊 把它从我们的这个Python的资源管理器啊 从我们OS Code的资源管理器里面啊 把它排除掉 好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啊 在Python中啊 如何一次导入多个模范啊 我们之前呢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from C9 input 好 看下C9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C9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 随便定一个 定一个变量 好 from C9 input啊 这样一个变量 好 我们之前呢 也给大家呢 介绍过了啊 这样一个新号引入的作用啊 但是呢 我说了啊 新号这个呢 是能不用就不要用啊 好 那么假如说我现在呢 想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啊 从C9里面啊 把ABC啊 三个变量都引 都啊 引入到我们的这个C10里面来啊 这么做 我们呢 可以啊 用逗号来分割 这样呢 就是一种非常可行的方式啊 好 那么啊 这样的用逗号分割的方式呢 肯定啊 比我们呢 用三号啊 分别引入这样的一个ABC啊 是要好很多的啊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两个引入方式 好 我们现在呢 再考虑一个特殊的情况啊 这个呢 就是一个代码规范的一个问题啊 假如说啊 我要从C9里面导入的这个变量特别多啊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后面呢 还有这样一个D E F G 很多啊 很多的这样一个变量啊 甚至呢 是我们一行根本就写不下啊 当然呢 一行呢 是不可能写不下的 因为呢 这个Python的本身呢 他对这样的一个 呃 一行里面能够承载多少 多少个代码呢 是没有这样一个强制的限制的啊 但是呢 我们说了啊 每一个语言呢 都有它的一个规范啊 Python建议啊 一行呢 一行里面的这个字符的个数啊 是不超过80的 不超过80个字符的 好 那么我们呢 就设计到一个代码换行的问题了 好 由于我们这里呢 没有定义这个DEF记录的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就先把它闪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ABC啊 他们呢 如何来进行一个代码换行 好 那么啊 直接回车可以换行吗 好 假设你觉得这样可以换行的话 我们看一下啊 解决换行的方法是什么呢 解决换行的方法是什么呢 方法就是啊 在这个上一行的末尾呢 加上啊 这样的一个反鞋杠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再运行一下代码看一下 好 我们呢 再一次的执行一下啊 C10文件 好 我们发现了没有报错 对不对 我们打印一下 鞋杠代码打印一下看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A呢 给打出来 好 这里成功的打出了这样一个A啊 好 那么如果呢 你的一行代码实在太长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啊 在这个末尾 将这个反鞋杠 来将这个代码换行的 但是呢 我要说的是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写的太丑啊 这样一个反鞋杠 显得特别的突兀啊 所以说呢 我呢 是不推荐大家啊 用这样一个反鞋杠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代码换行啊 好 那么我推荐大家 用什么来换行啊 我推荐啊 大家呢 在这样的一个被导入的变量的外部呢 强制加一个括号 来进行这样一个换行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括号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没有问题 一样打印出了正确的结果 那么这里呢 我要说明的是啊 这个括号啊 并不仅仅是只能用 用在这个变量导入这里啊 我们其实之前呢 你像这个Prinet函数 对不对 它本身呢 也是带这个括号的啊 括号呢 是具有这样的一个 呃 类阔性啊 也具有这样的一个连接性 所以说呢 你在函数里吧 你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也可以利用括号的特性啊 来换行啊 最好呢 是不要啊 使用这样的一个 反鞋杠进行换行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继续我们的课程 之前呢 我给大家讲包的时候呢 给大家说过了啊 就是啊 一个包下面呢 还应该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啊 双小滑线INIT文件的 如果没有这个文件 那么呢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文件夹啊 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并没有啊 使用过这样的一个INIT文件啊 那么我们剩下的时间呢 就来看一下啊 Prinet函数里面的这个点INIT文件啊 到底有什么作用 好 那么这个INIT文件啊 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啊 当一个包被导入的时候 那么呢 INIT文件呢 将首先啊 被执行 而且呢 是被Path自动的去执行啊 不需要你手动的在这里啊 要用这样一个什么 Path.init.py文件啊 不需要啊 导入包的时候 Path自动运行这个里面的代码 我们呢 可以做一个测试啊 我们这里呢 里面有一个包t啊 然后呢 我们呢 在这个t下面啊 加上一个INIT文件啊 我直接把这个INIT文件 就复制过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INIT文件里面啊 定义一个变量啊 我们还是定义一个a 好 然后呢 它的这样一个值呢 是一个GP上a 这个太简单了啊 我们是定义一个INIT的file 然后呢 我们在啊 SYWIN上面啊 在这个文件啊 叫做C11 变批吧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C11上面啊 还是一个代码 NPOT 这样的一个t 然后呢 我什么都不做啊 就这样 好 这里呢 还需要再加一个啊 我们还需要在这个INIT文件里面啊 把这个变量a给打印出来 不然的话呢 我们只是定义变量呢 是看不到运行结果的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到啊 这个终端上面呢 把这个C11文件啊 给运行一下啊 好 我们回去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发现啊 在我们的终端里面呢 是打印出了这样的一个 呃 我们定义在这样的一个INIT文件里面的变量a的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并没有啊 去运行这个INIT文件啊 我们只是在这个C11.py里面啊 去引入了啊 或者是说导入了这样的一个包t啊 那么呢 t下面啊 它的这样的一个INIT文件啊 就会被自动的执行啊 那么啊 包的这种机制呢 是非常的有用啊 我们在一些真实的项目里面呢 我们通常啊 会在这个INIT文件里面啊 去做一些 包括模块的初始化工作啊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应用场景 好 然后呢 我们再进一步的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呢 是在C11.py这个文件里面呢 导入的这个t啊 它确实呢 可以自动运行这样的一个INIT文件 那假如说呢 我现在呢 导入的不是这个包啊 我导入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块 下面的某一个变量啊 INIT文件呢 还会自动运行吗 好 我们换一种写法啊 from t.c7 inport啊 c7下面的某一个变量 我们看一下 c7下面这里的all 定义和输出a和c 好 那么我们还是啊 inport a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次的啊 运行这个c11文件 好 它同样打印出了这样的一个INIT文件里面啊 说 要打印的这样的一个vc里面 你需要它的python file啊 好 所以说呢 无论啊 你是导入的包 还是导入的包 上面的某一个模块的变量啊 python呢 都会自动的啊 往你运行这个.init文件啊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说一个啊 这个INIT文件的具体的应用场景啊 我们把这句话呢 给 这根代码呢 给啊 删除掉 好 那么我们之前呢 在讲这个 呃 模块的时候呢 给大家介绍过了啊 这样的一个内置的 all这个变量呢 是可以决定啊 c7 当c7倍啊 通过信号导入的时候啊 它将自动的啊 导出哪些变量啊 那么同样的在 同样的在INIT里面啊 也可以啊 通过这样的 all变量啊 来决定哪些 模块啊 将会被导出 好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c7啊 再复制一下啊 我们呢 叫做c8 好 然后在c8里面呢 我们为了区别啊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呃 变量呢 给改一下啊 c8里面呢 我们叫做efg c7啊 上面这个out呢 我们就把它给删除了啊 好 现在c8里面呢 定义了三个变量 c7里面呢 也有三个变量 好 现在我们呢 通过啊 这样的一个INIT文件的out变量 做一个限制啊 我们呢 指啊 在这个列表里面呢 定义这样的一个啊 加上一个c7这个制度权啊 好 那么这一切就绪了之后呢 我们呢 到c 我们呢 来写这样的一个导入的代码 我们呢 from这样的一个啊 t啊 import 新号 好 新号的定义就是啊 我们呢 会把这个t啊 模块下面的啊 这个t这个包下面的所有的模块 都给导进来了啊 但是事实上面呢 是这样的嘛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打一下两个变量啊 首先呢 我们打一下这样的一个 看一下啊 打一下c7里面的a啊 好 c7.a 好 同时呢 我们在print 打一下c8里面呢 找一个变量打一下啊 c8.1 好 那么大家觉得啊 这个c11现在啊 这段代码运行的结果是什么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我们运行这段代码 然后呢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这里啊 2呢 是被成功挡听出来的 但是呢 他告诉我们啊 c8是没有被定义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init里面的这个奥变量啊 在起作用啊 由于我们的init文件呢 只啊 只定义了这样一个c7啊 所以说呢 如果啊 你想通过这个型号键啊 来导入导入整个包的时候 包下面的模块的时候呢 他呢 只会啊 这个c7呢 让你导入 由于c8呢 是没有定义的 所以说呢 c8呢 是不可以啊 在这里来应用的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啊 init文件的第一个作用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再进一步的看一下啊 init文件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啊 init啊 它另外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啊 我们可以利用它呢 来做这样一个批量导入啊 好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啊 需要在一个模块里面啊 我们新建一个模块 好 就是c12.py 我们现在呢 需要在c12啊 这个模块里面呢 拧入三个啊 常用的系统的内置的内裤啊 比如说呢 s1s啊 这个呢 是一个系统的内裤 然后nitTime啊 是另外一个 好 我们随意的举例啊 还有nitio 好 这三个系统的内置内裤 好 然后呢 我在下面啊 写行的代码 随便打印一下啊 我们使用s1s的这样的 一个.pass啊 把它打印出来 好 那么这里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 像这样的一个import的啊 这样的一些s1s啊 Datetime IO啊 这个呢 其实呢 和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些模块嘛 或者是包呢 是没有区别的啊 只不过呢 这些s1s啊 Datetime啊 这个呢 是pass内置的标准库啊 它呢 是在它内裤里面包含着的啊 所以说呢 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特殊啊 没有什么特殊的啊 和我们自己定义的呢 是一样的 好 我们不到我们的主题上呢啊 你可能觉得啊 导入几个库 然后再打印这个东西呢 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呢 来看一些个特殊的情况啊 比如说呢 我现在呢 不仅仅呢 是在C12里面啊 要引入这样的三个啊 标准库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假如说我在C13里面啊 也要啊 也要啊 引入这三个库 甚至呢 我在C14 C15里面啊 都要引入这样的一个库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写起来呢 就是相当的麻烦的 因为呢 你每一个啊 用到这三个类库的时候呢 都需要 都需要啊 在当前模块的底部呢 重复啊 使用这三个import啊 这个呢 是相当麻烦的 三这个东西呢 还是比三个呢 还是比较少的啊 那假如说你有三十个呢 那你岂不是这样 在每一个模块下面 都啊 impot的三十个啊 好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 我们呢 先啊 先不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呢 先把这样的一个代码 给运行一下 看看它的效果 Python C12.p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它将打印出啊 这样的一个列表来啊 我们先不管这个打印的是什么啊 总之呢 这段代码呢 是被成功执行了 好 这里呢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啊 在这个VSCode的终端里呢 这种清屏啊 清屏的指令呢 是CLS啊 我们把它切一层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SYS3啊 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些啊 import呢 把它给剪切到啊 T啊 这个包上面的INIT文件里面啊 让INIT文件啊 来import 这三个系统的库 好 那么此时呢 我们C13里面啊 由于没有引入刚刚的这样的三个库啊 所以说呢 这个SYS啊 我们呢 是啊 是打印不出来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Python C13.py 好 它会报错啊 找不到这个SYS的定义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好 接着呢 我们把C12里面的这三个道路啊 也把它给删除掉 好 好 看一下啊 C13啊 还是打印不出来 对不对 它说内部SYS还是没有找到啊 好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并不是说啊 INIT没有导入这个SYS啊 而是在于呢 这个T啊 它是这个包啊 里面是在这个T的包下面啊 导入的这样的一个SYS啊 所以现在你们的必须啊 在这个SYS前面呢 再加上一个T啊 好 那么此时修改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C13.py 好 成功的打印出来了SYS的Python 好 那么同理呢 我们C12里面呢 也啊 可以通过啊 导入这样的一个T啊 然后来打印出这个SYS的Python 我们看一下 好 C12.py OK 好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啊 我们刚刚所说的啊 这样的一个批量导入 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刚刚只是拿了两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只有两个模块需要用到三个啊 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库啊 那假如说啊 我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啊 有十个啊 这样的一个模块需要引入啊 不只是三个 可能是三十个这样的一个库啊 那么我们呢 最直接的方法呢 就是啊 在每一个模块里面啊 把这三十个库呢 都给导进来了 但是呢 这样做的话呢 实在是太繁琐了啊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 NIT的批量导入的机制啊 你呢 只需要啊 在这个模块的里面呢 引入这样的一个包啊 那么包呢 它自动会执行这样的一个 NIT文件 所以说呢 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库啊 都会被批量的导入啊 这个呢 就是啊 NIT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 可以说这个 这个呢 我们在平时的编码里面呢 如果呢 你有一个系统的思维的话 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是使用的非常多的啊 希望大家呢 能够把它好好掌握一下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